大家好,我是阿里云容器服务的墨园 在上周呢,我们的DevOps企业最佳时间课程已经正式开课了 在今天进行第二节课程之前呢 我们首先对上节讲的内容进行一下回顾 在上节里面呢,我们介绍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DevOps,容器和微服务 以及它们之间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 形成一个快速高质量的一个容器化交付 那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DevOps的概念 DevOps呢,是2007年的时候一个比例时IT最近是Patrick提出来的 他希望通过这个更优的组织架构和流程解决时间 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来提高交付速度和质量 但是很可惜在当时的一个场景之下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采用大型单体结构的方式进行应用软件的一个设计 然后通过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实现整个交付的流程 以及通过瀑布流的一个设计思想来去进行质量保证 所以这也是导致当时DevOps很难快速落地 然后快速交付的一个原因 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呢,微服务的这个概念提出了 微服务的概念简单的用一句话来理解就是分而致之 他把一个大型的单体系统通过这种微服务的一个拆分理念 然后进行拆分,拆分成很多子的小型系统 然后每一个小型系统呢都具备完整的一个生命中期管理 然后具备使用最贴切这个系统的一个设计思路进行设计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API的一个程序呢,比较倾向于类似用Golong的一个方式来实现 如果是前台的程序呢,可能会采用Node.js的方式来实现 每一个组件呢都会相互在书记级进行隔离 都有自己的一个scope 而这个scope呢又是和这个业务仅仅相互结合的 然后每一个组件呢都可以进行独立的一个升级 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大型的系统通过微服务进行拆分的时候 其实无形中在架构上会变得越来越敏捷 然后在流程上呢可以让整个交付的一个流程变得越来越快速 因为每一个组件呢又整个的体量又非常小 而且又有自己明确的一个scope 所以质量保证也相对容易 所以从架构和流程质量和流程以及质量上 微服务无形中在概念上面弥补了DevOps很多缺失的部分 而微服务呢也不是一个实现实美的一个架构设计的一个思路 当你把一个大型的系统拆分成很多子系统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需要管理非常多的这个微服务 以及每一个这个微服务的独立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需要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这地方呢 我们这地方呢特别需要一种标准化的一个交付方式来去协助它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在传统结构里边 我们用Java的方式进行整体的一个应用架构的时候 现在我们Chavenger 微服务可能会使用Node.js Java 沟浪等等好几本语言不同的框架来去实现 那这样呢我们在以前使用的很多这个基础的类库 或者是公共的一个公共的一个框架都没有办法来试用 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实现这个不同的这个框架和语言之间的一个标准化呢 实际上这个呢是容器比较擅长的部分 那我们使用容器的时候通常会定义这个Dock File 然后在交付的时候呢会定义一些YAML文件或者是Compose文件 其实Dock File呢是标准化了一个部署的环境 而类似Compose或者是这个KBIS的Risos YAML 是标准化了这个交付内容和交付动作 以及后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用一些编排系统呢 可能会有一些命令 然后有一些API 而这些API呢实际上是标准化了这个欲为操作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容器呢实际上是现了一个标准化交付的一个场景 而标准化交付呢其实可以解决微服务 微服务的这个场景中很多 很多这个缺失的部分 而容器呢它也有它自身的一个问题 当你引入容器这种技术的时候 我们原本的这个交付产物是代码包 或者是这个代码的一个中间 构建中间产物 比如说炸包啊 踏包啊 或者是RPM包等等 但是你换到容器里面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这个交付的一个中间产物是一个Docker Image 然后你的开发团队呢可能也要感知Docker File 或者是也会感知这个容器架构引入而带来的这个上层这个应用的这个架构的一个变化 所以容器也会有很多固有的问题 而容器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用通过DevOps的方式来实现 比如说我原本呢把这个镜像打包的这个流程是在本地实现的 但是现在呢你可以通过一些DevOps工具 比如说Jenkins或者是DLab CI等等 来实现这个镜像的一个自动打包 来提高整个流程的一个自动化 提高交付质量和这个交付速度 所以我们看这三个概念 其实呢在各自的这个优势上面是相互互补的 而他们之间相互整合起来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机的 然后可以高质量和快速的一个软件交付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三个概念最近经常被大家提到 而且一提到的时候也是通常是三个一起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上一节课程的后半部分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典型的容器交付流程 那一个标准的容器交付流程呢 大致就如下边这张图所示 开发者将代码提交到原代码管理中心 可能是GitHub, GitLab或者是SVN 而原代码管理中心呢会通过Webhook的方式通知CIS Server CIS Server呢会运行在 会运行客户在原代码里面包含的这个单元测试 或者是其他测试的一个脚本 然后如果测试的结果是OK的 那么会接下来进行这个代码的编译和打包 镜像的构建和推送 然后会进行这个应用的一个部署的一个阶段 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部署这个应用 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呢会通过编判引擎来拉去镜像 来实现一个容器化的一个部署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呢是如何快速高质量的进行应用容器化迁移 如果我们将一个容器化交付流程进行阶段划分的话呢 其实可以划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本地开发阶段 持续集成和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阶段 环境部署 运为监控和调优阶段 那这四个阶段里面每个阶段都会干什么事情呢 在本地开发阶段呢主要是代码编写 测试编写 doc file的一个编写 入计划的测试 编排模板的编写 在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阶段呢 主要是进行构建 构建你的代码 打包你的构建产物 编写 就是构建你的doc image 推送doc image 把编写的这个部署模板进行部署 然后在环境部署阶段呢 主要是会调整一些应用的拓扑关系 调整介入层的配置 调整弹性扩缩容的一些配置等等 在监控运维和调优阶段呢 主要是基础监控资源的设置和告警 然后有些客户呢 可能会有更细利度的一些监控 或者是告警的一个需求 会采用APM的方式 内置一些agent来采取一些更细致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网络的一些指标 类似TCP的conjunction数目 各种网络协议站的状态 Time wait和Close wait的一些状态 其实这些都是在一些APM的产品里面 已经内置掉了 第三个呢 是安装一些调优工具 可以进行调优 那这个地方比较常用的 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 类似像TOP啊 HTOP啊 IPperf啊 或者是 或者是Sysdig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关心的是 怎么和大家 怎么帮助大家进行本地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的这个部分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会介绍的是 怎么去编写一个高质量的一个Doc file 以及容器变拍引擎的一些内置的一些机制和原理 写出大家快速的入门 编排模板的一个编写 要想编写一个高质量的一个Doc file 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Doc file 那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白色的这个框 框里面的这张图呢 是我从Doc官网里面摘录的一个 最简化的一个Doc file 然后它只有四行简单的一个配置 就把一个Python的应用进行打包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串讲一下这个Doc file 那第一行呢 fromUbuntu 15.04 这一行呢 大致的一个意思就是从一个镜像 我来构建出一个新的Layer 第二行呢是Copy Copy的就是顾名思义 它是拷贝一些内容 把一些东西拷贝到这个容器里边 像这个例子里边是把当前 因为它写了一个点嘛 这个点其实和Linux或者是 Windows底下的那个Command 或者是Shell Terminal里边的那个点 是一个一个意思 表示的是当前路径 就是拷贝当前路径到容器里边的-avp 然后第三行呢是Run MakeApp 表示的意思是Run Run其实就是要执行一条命令 然后在这里边执行的命令就是Make 就是执行一条编译命令 把你的这个代码进行一个编译 然后第四行呢是Command命令 然后Command命令呢 实际上是Page启动命令 它表示的是说我这个container 最终要执行的命令是什么 在本例里边是淘汰一个Python的一个application 那这四行简简单单的一个配置 就把一个Python的一个应用 从基础的环境到代码的准备 到编译到运行完整的表达出来了 那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doc file 那有了doc file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编译 编译打包生成一个doc image 那怎么怎么生成一个doc image呢 其实可以由下面这个第一个绿色空框里边的 这条命令来去打包编译 我们看一下这条命令 doc build-t 这个t是什么意思呢 是tag的意思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边填写你的这个image name和tag id 然后最后呢再传递给它一个context的一个路径 那在本例里边我使用的是点 点表示的是当前路径 就是在当前路径之下有这个doc file 以及当前路径就是我这个doc file编写 呃构建的时候的这个根的context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本例里边 杠梯呃我们设置这个image name和tag 其实这地方对于git比较熟悉的开发者可能有点呃 对这地方有一些感觉就是呃 doc image很多设计的思路呢 其实和git很像 比如说我们在git里边我们有一个repo name 对吧 然后这个repo name上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branch 那在branch在某一些形态之下呢 我们可能会是给这个branch打一个tag 表示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纪念 打一个milestone的这样的一个tag 然后这个tag呢 可以在呃发布的时候 直接作为一个呃可回馈的版本 比如说我今天的时候开了branch a 呃当我的branch a变成一个 可发可发布的版本的时候 我可能会打一个tag叫做0.1的这个tag 然后在过一段时间呢我可能会发布第二个版本 变成0.2的一个tag 那当0.2这个tag版本有问题的时候 我会回滚到这个0.1的这个代码版本进行发布 那其实对于doc image来讲它也是一样的 它里边的这个镜像也基于了这种tag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今天我打了一个tag是呃这个0.1的这个image 那明天的时候呢我在发布的时候我发布的就是0.2的image 那0.2这个image有问题 那我回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把0.1的image我重新发一下 那这个是docker呃和git很相似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相似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git它的存储上是差量的一个存储 比如说我们看到git那个log实际上是和你之前的这个代码 进行了一个比对 然后比对出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每次的这个差异是增量往上opend的 那docker也是一样 它基于这种机制也是你不断的在往一个base的这个镜像上面去opend的一些信息 而这个信息也是差量往差量的去增加的 呃提了这么多呢 我们再回回到刚才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构建镜像 那通过这条命令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呃打出一个有tag的一个docker image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image之后我们可以在本地把这个image run起来 我们可以通过docker run-d image 这个给很多开发者带来了一个困扰 就是呃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呃我用的镜像也是官方的镜像 但是我这个呃container就直接退出了根本也没有跑起来是不是他自己使用的方式上或者是呃这个镜像有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这个根本的问题在于说是我们并不并不要把这个docker看成一个完完整整的类似像 Wortualbox或者是VMware这种虚拟化的一个方式 docker呢跑起的这个container实际上是你主机上的一个进程 那如果你的这个进程退出了那这个container也就退出了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跑一个CentOS的一个系统 那你在这个系统里面其实你没有跑任何的这个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个docker container来讲 他只是把这个系统提起来 你又没有给他任何的命令 所以自然这个进程就直接退出了 那一个好的docker的一个container是什么样子呢 实际上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叫做呃单一进程原则 就是呃你给你这个docker image 应该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进程作为这个container的主进程 让他在前台运行 这样你这个container才能永远的这个呃运行下去 而不会直接退出 那什么样的是一个前台运行的一个进程呢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linux系统上面 可能会运用这个top命令来查看一些监控信息 你会发现当你执行top的时候 你的整个stdout里面是不断的有数据在输出的 你没有办法操作任何其他的这个呃命令 或者是你打其他命令这是不行的 除非你执行了一下contrc来强制跳出这个呃这个这条命令 那这样的一个命令其实就是一个前台运行的一个命令 那什么是后台呃后台命令或者是说什么是立马结束的命令呢 那比如说一个简单的那个例子 我执行一个cat对吧 我cat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看到这个文件的内容 你发现你的这个stdout的立马又出了一个新光标可以让你输入其他的命令 那说明上条命令已经直接执行完就退出了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立马执行的命令 执行完即退出的并不是一个前台运行的一个命令 所以这个这种场景对于容器来讲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开发者呢是说你给这个容器里面内置一个前置运行的一个命令 然后让这个命令一直耗在那或者说一直在打印着日志 这样你这个container就可以很好的运行起来 那对于呃比如说一个python应用 那我可能比较倾向的是我直接就python 然后你的apppy 然后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前台运行的一个命令 然后不断的在命令行里面输出你的日志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container很好的运行起来 而doc file的目标呢其实就是将这个应用进行抽象打包 然后把这个构建出来的doc image作为这个标准化交付的一个中间产物 那提到了这个标准化交付呢 我们要来更深入的来讲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doc file的这种这种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法并不是他独创的 那最早的这个标准化交付的这个概念是谁提出的呢 实际上是由一些PaaS平台提出的 那在PaaS平台里面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软件叫做Cloud Foundry Cloud Foundry的是VMware推出的业界的第一款开源的PaaS平台 它支持多种框架语言运行式环境 云平台以及应用服务 可以使开发者呢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对于应用程序进行部署和扩展 并不需要担心任何的这个架构 那其实这个是Cloud Foundry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 那我给大家就是对Cloud Foundry不熟的同学 我给大家可以稍微的串讲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Java的一个Spring的一个应用的话 那对于Cloud Foundry来讲怎么去使用它呢 其实你只需要把你这个代码提交到一个代码仓库 然后再把这个代码仓库配置到Cloud Foundry的这个系统里边 Cloud Foundry会拉取你的代码 然后并尝试着通过探测的机制 或者是代码识别的方式来生成你的这个运行师环境 当然在Cloud Foundry Cloud Foundry本身并不是使用Docker的方式 它是用了一个类质的叫Build Pack机制 有些人的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概念和原理 我们在稍后的4S里面也会介绍Build Pack这个机制 然后他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探测出来说 这个是一个Java的一个应用 始终的是Spring的框架 那这种对于Java的应用Spring的框架 我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系统依爱 比如说我可能依爱于Ubuntu或者是CentOS 对吧 然后我这个环境里面我要安装Java 然后呢我还知道这个Spring的框架里面 它的配置文件在呢 我该怎么去启动它 然后通过这一这这种探测的一个机制 Spring这个Cloud Foundry就可以把你这个Spring的应用 在一个环境里面运行起来 那这个呢其实是Cloud Foundry的一个机制 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但是Cloud Foundry是怎么来探测 或者是说它都生成了什么内容 来把你这个应用从代码转换成线上的一个 运行式的一个服务的呢 其实Cloud Foundry呢把任何一个运行式的应用切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Application Layer Application Layer是啥意思呢 比如说还是刚才Spring的那个例子 我们的Java的Spring的Code Spring的Code 其实这一部分对于Cloud Foundry来讲就是Application Layer 就是你这个应用所需要的这些逻辑的这个代码 其实就是Application Layer 然后第二层呢这个Layer叫什么呢叫Runtime Layer 因为你的Spring依赖于Java的环境 可能还依赖于一些系统的一些包 那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放在这个Runtime Layer 然后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 第三层次叫OS Image Layer 它表示的是说你依赖的系统的环境是什么 那Cloud Foundry认为我有了OS Image Layer 我有了Runtime Layer 我有了Application Layer之后 那我就可以把一个代码转换成一个线上的应用 那实际上Docker的Docker File的一个设计思路 和Cloud Foundry的对于这种标准化交付的一个抽象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刚才已经串讲过我们的这个Docker File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From Ubuntu 15.04这一部分 其实和标准化交付里边的这个OS Image Layer的这个定义 实际上是很相似和很接近的 然后第二行第三行这个拷贝 拷贝代码进来 然后以及构建代码的这个中间产物 其实和准备Runtime Layer是非常相似的 而最后一行Command Python ABP Py 这一行其实定义了这个软件的一个运行方式 这一行呢其实就是这个Application Layer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ocker File 它使用这种DSL的语言来去定义这个模板 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理论依据的 而这个理论依据呢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Cloud Foundry的这个Build Pack的一个机制 来去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呢会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来全览一下这个Docker File里边的这些命令和标签吧 From这个标签呢刚才我们已经传讲过了 它是从一个Base Image然后来引进的 再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Maintainer这个标签 Maintainer这个标签呢顾名思义 它就是标注一下说这个Docker File是谁写的 出了问题了之后应该找谁 但是呢Maintainer这个标签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只在Docker File里边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这个container运行起来了 那Maintainer这个信息就丢失了 因为Maintainer并不会以一个特定的一个标签 在运行的container上面打标 所以在新版本的Docker File里边 Maintainer这个标签已经逐渐的被deprecated掉了 而换换Docker推荐了另一种方式 就是后面这种编写的方式 就是打Label的方式 你可以给你的这个container打一个Label 然后这个Label里边写了Maintainer的一个信息 那这种编写的方式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在于这个Label标签 打的任何的内容 其实都会在运行起来的一个container里边 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可以让这个container的这个追责的 这个追责的这个信息的链路更顺畅 比如说我看了这个container有问题 我想知道这个是谁写的 那其实你可以直接Docker Inspect一下这个container ID 就可以看到这个container是谁打的 然后这个Docker File是谁写的 所以这个是现在推荐大家使用的 这个Maintainer标识的一种方式 再接下来这个Run这个标签呢 实际上是定义一些在Docker File里边执行的命令 而这些命令呢其实是在这个DockerDocker File 构建成Docker Image的时候进行生效 再往下是Label标签 Label标签 把Label标签就使用key value的方式就可以了 然后它最终会在这个 Run起来的DockerContainer里边看得到 那这个Label标签呢 其实表面上看上去使用方式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用处 比如说我可以给这个 这个一个 一个image打上特殊的标签 然后而这个标签呢 因为它会随着这个Container运行起来的时候也存在 所以特别是对于一些监控系统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这种探测系统 它可以通过这个Container的这个Label 来去识别这个Container里边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很多的监控方案 是通过这个Label来去做上层概念的一个聚合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在K8S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概念 类似像Department StatefulSite等等 而这些概念呢 其实和真正的Container之间是没有严格的这个物理的物理的关系的 所以很多监控系统会把这些Label打到Container之上 表示这个Container是属于一个Department 或者是属于一个StatefulSite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把一些原数据信息进行下发 然后来进行标识 然后采集系统呢 会把这个Label采集上来 然后再做上层的一个聚合 所以这个Label它的用法是很灵活的 可以通过这个Label打上很多特殊的一个信息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这个Expose标签 Expose标签呢 表示的是说我要暴露哪些端口 然后在Dockfile里面默认支持的是TCP和UDP两种协议 如果你什么都不写的话 那默认情况下指的是TCP的协议 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是 这个Expose只是一种文档描述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价值 只是说让这个Dockfile变得更可读 因为Dockfile里面通常并不会告诉你说这个应用的一些特殊信息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我们怎么去运行起来这个Dockfile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Dockfile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定义了很多这种文档类型的一个标签 它是帮助你更好的去使用这个Dockfile 更好去把这个Dockfile更换起来 那像你写一条这个Expose80TCP的话 那其实对于使用这个Dockfile的开发者而言 他就能知道说你这个 container里面运行的这个程序 它是需要暴露8连端口的 那我在跑起这个container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些端口映射等等 所以这个更多的是一个文档的一个作用 那接下来呢这个标签呢是ENV ENV呢其实和我们在这个Linux命令行里面使用的Export比较类似 它主要是把一个key value的一个环境变量暴露到这个container里面 然后是在运行时生效的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推荐大家使用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比较建议的是说能够尽可能的去抽象你的这个Dock image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些业务逻辑的代码放到这个container里面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测试环境 预发环境或者是线上环境 每个环境里面会有一些差异性 我们这个时候并不希望每一个开发者都去打三个镜像 而是说尽可能的把一些变化的一些信息抽离出来 以配置文件或者是以环境变量的方式进行注入 那在Docker里面呢我们比较推荐大家的是 把这些变的东西放到环境变量里面 然后通过这种环境变量注入的方式来去实现 再往下呢是这个add和copy这两条命令 这两条命令呢其实他们非常相似 add的出现是比较早的 Dockerfile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add命令 而copy命令呢是后来才有的 现在官方比较推荐大家是使用这个copy命令 而add命令呢实际上是copy命令的一个超级 它还支持了两种额外的一个场景 一种场景呢是add的一个压缩包 并且自解压的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呢是add一个远程的一个地址 然后并下载到这个image里面 除了这两种场景默认情况下使用copy就已经是足够用的了 然后再接下来的三条和三个label呢 是entry point command和shell 那对于大部分的开发者来讲 使用command和entry point的这两条命令就已经足够用了 然后entry point和command之间的一个区别呢是主要在两点 第一点呢是如果你的这个Dockerfile需要继承自 复Dockerfile的一些命令的话那推荐大家使用的是这个entry point 那如果没有这种场景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直接去使用这个command 因为entry point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entry point的默认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以sh-c的方式进行执行的 所以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在entry point里面设置的一些命令 它最终不会是以容器里面的PID为一的进程来运行 那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在外层去杀这个content的时候 我的容器里面只有PID是一的这个进程可以收到这个信号量 但是如果你是以entry point的方式执行的话 那实际上你自己的这个应用程序是没有办法收到这个信号量的 所以这个时候会导致你这个容器是直接被杀掉 而不能够做很优雅的一个停止 那如果对于没有捕获这个signal的一个场景 那你的content会自动在这个超时过后被强制删掉 所以这种场景呢也会触发一些小小的一个bug 比如说很多客户使用entry point的方式来去运行自己的一个Dockerfile 然后发现说我在这个容器服务上面点击了删除 但是我很久我的这个content还没有删除掉 他觉得可能是不是说我的这个网络慢或者说容器服务有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由于这个entry point的 然后非PID唯一的这个进程没有办法收到停止的这个信号量导致的 而直到这个容器超时了之后才被强制删除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地方 而shell呢平时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常用 shell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它可以替换 在默认的这个tty环境 就是terminal这个环境 比如说你想用bush或者是你想用这个iApple的ash等等 其实这个地方是可以通过shell这条标签来去进行替换 然后再往下的是volume标签 volume标签表示的是在这个容器里边定义一个挂载点 然后这个挂载点呢是可以这个类似文档一样的 告诉后续的开发者怎么去使用你的这个volume 然后更多的它是一个文档的作用没有实际的一个价值 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依赖外部配置的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的Docker file变得更好的能够自描述 然后再接下来呢是user user表示的是说你的这个container运行起来的时候 使用的这个用户身份是什么 因为对于很多开发者而言使用Docker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个考虑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在这个Linux上对于一些服务器会使用一些降权的用户 比如说Apache会使用这个3W 然后类似像NJX会使用这个3W data 对吧 那在容器里面其实一样也提供类似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设置这个容器里边整个的这个user 然后来来保证容器的主进程是在一个降权的user的这个环境之下来去执行的 再往下呢是这个WorkDIR WorkDIR表示的是当前执行这个目录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可以定义当前执行的这个路径是在Gunroot下 那剩下每条命令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是以这个root这个路径来作为跟路径来执行的 然后后三条呢 那onbill的stop signal和has check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使用方式就好了 onbill的主要是指在这个构限时要执行的动作 stop signal表示的是在什么样的这个signal到来的时候会 这个容器会被杀掉 最后这个has check表示的是说如果has不通过的话 这个容器就起不起来 那这三条指令其实并不是很常用 那在容器里面比较常用的可能是from run expose env copy command user workDIR这几个 其他的呢可能并不是很常用 那再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常见语言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是一个node.js的一个doc file 首先他from node.bar 然后创建了一个base image 然后设置了一个当前运行的这个环境 是user src app 再接下来呢 拷贝了一些page文件 这个也是包管理文件 然后到这个容器之内 然后再接下来呢是执行了一个npm install 安装了一些node.js的一个依赖 然后他又copy 把这个原代码copy到了这个机箱之内 再往下呢是暴露了这个8080的端口 声明说我的这个应用使用的是8080的端口 最后呢定义了这个启动的一个命令是npm start 其实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node.js的一个doc file 那这个doc file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小的技巧点吧 比如说他并没有一口气把整个的一个代码直接拷贝到这个doc file里面 而是先拷贝了package.json 然后执行了npm install 再去拷贝这个代码 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小技巧的 那这些小技巧都是什么呢 我们会在稍后的这个章节里面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要想编写出一个很精简很高效的一个doc file 生成一个很高质量的一个doc image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doc file是怎么变成doc image的 以及doc image里面它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我们知道原理之后就可以很好的来编写这个doc file 生成doc image doc file中的每一条指令呢都是一个layer 而doc image呢就是一个由多个layer组成的文件 相比普通的这个ISO的系统形象来说 分层存储呢会带来两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扩展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fromUbuntu 16.04构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python的一个应用 其实这就是一个分层的一个体现 Ubuntu呢是一层 然后我的这个上层的这个python又是一层 而这种方式呢就可以使你这个这个镜像变成是一个组装的一个方式 你拿一个base的base的镜像然后再往上去组你自己的这个layer就可以实现了 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通过通过这种layer的方式可以来优化这个存储空间 因为相同的这个layer在doc的这个镜像仓库里边或者是在你本地的这个环境里边只存储一份 比如说你有两个镜像都依赖于Ubuntu的这个标准镜像 而且是同样的这个tag 那实际上在你的这个主机制上 你会发现你的这两个镜像 你的这两个镜像 他们所依赖的这个Ubuntu 第一个镜像下载了Ubuntu 那第二个镜像就不会再去下载Ubuntu 这个第二个镜像下载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 所以这个呢是镜像的一个分层机制的一个优势 那分层这个机制呢 就是大致的一个原理呢 和右侧的这个示意图比较相像 就是差异性的部分会在独立的一层 而相同的部分呢会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存储 这样可以降低很多的这个存储空间 也可以降低在网络的这个 网络的这个拉取的这个世界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DockerImage底层的实现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这个一个DockerImage呢 是由多层来组成的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镜像是一个三层的一个镜像 那实际上每层里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真正把一个镜像跑成一个container的时候 实际上container会做一件事情 就会它会增加一层 增加这层就是容器的这个读写层 那如果从客户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是把每一层的这个内容用联合文件系统的方式 用写实复制的一个机制进行拷贝 比如说我对这个layer1里面的这个faila 进行了一个写实际上faila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layer1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faila拷贝到了这个容器的这个读写层 然后上面看上去我有了这个faila 但实际上它只是拷贝了一个副本到faila 然后同样如果我要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实际上是在视图层里面先建立了一个文件 再扔到这个容器读写层然后增加了这一层 在这一层里面来去实现了这个镜像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是很多容器的这个存储驱动实现的一个机制 就是copy on write 就是写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文件复制上来 然后进行修改 那常见的存储驱动呢主要包含了两种 一种呢是这个afs或者是overlayfs这种 就是基于文件的这种这种存储驱动 他们的特点是启动快 但是效率呢会稍微差一点 然后第二种呢是device map这种的 它是更底层的是基于快驱动的 它的启动会相对来讲比较慢 而且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bug 但是呢它的效率特别高 所以这个呢是doc image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实现 就是它是一种写实复制 然后基于多层然后有这种copy on write的一个机制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写一个高质量的一个doc file 那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是一个java的一个应用 我从那个gdk 把airpan的这样的一个base image 然后安装了一些 安装了marvin 然后我通过marvin 然后进行了一个构建 我添加了我的pom 然后添加了我的原代码 然后我进行了一个打包 然后把我的炸包拷备到现应的这个目录之下 然后进行了一个 我的这个应用的一个启动的这个流程 可以说这个doc file很具有代表性 我们很多的开发者可能刚开始写的doc file 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这个doc file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优化呢 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 doc file里面的每一个label 所代表的这一行都会成为在镜像仓库里面的一个layer 然后呢 layer越来越多会导致我们这个镜像使用的这个inode越来越多 所以降低layer是第一条 就是降低layer可以是我们优化 doc image的第一条 那怎么降低这个layer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不同的这个层如果可以放到一层 那就把它们放到一层 特别是对于一些command 就是run的这种command来讲 是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 那像第二行这个label 其实也可以放到一行里面进行 就是进行这个达标 那在这个优化里面 我们就从14层的layer 转变成了一个7层的一个layer 因为layer和layer之间是可以有cache的 所以当你从14层变成7层 那你这个cache的一个方式也是有所变化 那我们再进行一次优化 怎么优化呢 我们刚才安装了我们安装了marvin 然后这个marvin是怎么来安装的 是通过wget安装的 实际上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安装好了之后 其实原有的这个安装包我们就可以移掉了 对吧 那对于这个呢 实际上是远程的这个wget方式安装 我们很多时候还可能会依赖于类似像apt或者是yam 来安装这个环境依赖 那yam和apt装完了之后 其实都会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系统里面会存一份cache 那我们以apt-get的距离 实际上它会在warlabapt-list的下面放一份cache 那我们不需要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们直接移除掉就好了 那对于像本地里面 我们直接移除到这个appacy的appacymarwin的这个安装包就好了 因为我们已经装到这个系统里面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减少一下这个20兆的一个压缩包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0兆的一个体量 对于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容器的这个网络来讲 20兆的开销可能代表着就是10秒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一个进行拉取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省 那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进行优化呢 其实在接下来的一个优化我们要记住一点 就是说怎么利用这个缓存来去进行优化 那在doc file里面怎么来判断是不是缓存呢 第一件事情 进行的这个副层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doc file会认为是可以缓存的 它不会再去执行 第二个勾结值利用不变 它也不会进行 就是它也不会再去执行 也会进行缓存 第三个添加文件的这个交界和一致 那在这种场景之下 它也不会重新构建 所以我们像在这里面我们加了一个marv verify clean 以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是把很多我们不需要的这个marvn这个压缩包进行的一个删除 然后以这种方式降低了一个存储的一个部分 以这种方式也可以进行一次优化 再接下来的优化呢 是我们构建的时候可以进行实践的一个优化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这个marvn这个源一直都不是很稳定 然后阿里云的提供了一个marvn的这个mirror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mirror写到你的这个marvn的这个settings里面 然后在这个settings里面就可以配置这个mirror这个源 然后也就说你的这个下载各种各样的一个诈包 其实是走的这个阿里云的这个mirror 而且这个阿里云的mirror如果是在内网的环境之内是不收任何流压的费用的 而且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然后像在本地里面替换这个settings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docker里面非常常见的 就是通过seed来去执行 来去执行一个替换 不过在这地方有一个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和注意的部分 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会使用环境变量的方式在seed里面来去提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把一个一个路径扔到这个环境变量里面 然后再在seed里面使用dollar然后环境变量然后来去执行 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当你使用环境变量的时候实际上是先替换环境变量内容 然后再执行seed 所以如果你的环境变量里面有一些特殊字符 比如说正好和你seed的这个替换的这个字符一致了 或者是有类似像这个引号之类的字符 会导致seed的这个命令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特殊注意的地方 我们经过了这四轮优化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再接下来介绍的一种优化的方式呢 就是docker最近提出的一个叫做多阶段 构建多阶段构建 就是muty stage doc file 那他的这个doc file是怎么写的呢 相当于他把两个doc file合编成了一个doc file 那我们看这个doc file是很奇怪的 上面他有一个from下面还有一个from 而这个第二个from里边呢 他的这个copy里边还有一个from builder 然后上面的第一个doc file里边有一个叫as builder 这个doc file看上去很奇怪 他看上去好像是两个doc file捏在一起了 其实和这个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这种muty stage doc file 他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他是把一些流程放到了这个doc file里面 像第一个doc file里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编译环境 然后这个编译环境最终的一个产出是一个炸包 而第二个doc file呢 他的作用就是我定义了一个生产环境 然后这个生产环境会从第一个构建环境里面 把这个炸包拷贝过来 然后来进行启动 那这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知道doc image它有分层的机制 然后有缓存的一个机制 而缓存缓存这个机制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原理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变化 那就可以缓存 而这种方式多阶段构建的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的构建没有变化 那实际上对于你下层的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doc file来讲 实际上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个构建 所以以这种方式进行doc image的构建 从构建时间上来讲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优化的 比如说像底下这个是我们这个例子的一个构建时间 那在优化前的时候第一次构建是用了102秒 优化后呢是用了55秒 第二次构建呢用了86秒 而使用这个mubi stage的这种构建 第二次只用8秒 因为前面的上面的这一块这个doc file 在第二次执行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构建的一个过程 只需要它只执行了第二个里面的这个拷贝的这个动作 那在存储构建上面有什么差异呢 第一个传统的构建呢需要137兆的空间 而优化后的这个doc file只需要81兆的空间 第二次构建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增量的构建嘛 它增加了绝对7兆3兆 而我们的这个优化之后呢只增加了这个1.93kb 所以从存储构建上和构建时间上 mubi stage都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优化的一个方面 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怎么去构建一个高质量的一个doc file 首先减少进行进行的一个层数 尽量的把一些功能上面统一的命令和编到一个地方一起来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注意清理镜像这个构建产物 比如说一些apt或者是yam的安装包 或者是wget下载下来的一些内容 只要不需要的就直接把它移除掉 这样可以降低很多的这个镜像的一个空间 第三个呢是注意优化网络请求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的用的一些语言 或者是框架都会有一些mirror源 比如说Node.js Ruby Java Python 阿里云都有相应的源 composer就是pap里面会用到composer composer也会有国内的源 其实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配置一些镜像源 来提高这个构建速度 可以优化这个镜像的一个构建时间 减少失败率 第四个呢就是尽量的去使用这个构建缓存 我们把一些不变的或者是比较少变化的东西 放在这个前面 就是步骤上面放在前面 因为一旦就是docker的这个缓存是一旦出现有差异 那后面的东西就都是新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不变的东西放在前面 那么前面这些地方都会认为是不变的 所以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进行缓存 第五个呢就是使用多阶段这个进行进行构建 就是用一个multi stage的方式来进行构建 把这个呃 代码的编译的流程和真正运行时的这个流程拆分开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呃 并不需要把一些东西打到真正运行的这个docker file 比如说java环境 那java的gdk呢其实只是在这个开发的阶段有用 真正的这个运行时环境只需要gre的环境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方式呢呃 一是可以接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缓存的一个机制 第二呢也可以更好的更快的精简我们的这个真正的production ready的这个docker file 所以这个呢是五条来构建一个高质量的这个docker file的一个原则吧 那在了解了docker file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说怎么去呃 进行这个编排模板的一个辩解 那在提到编排模板上面呃 编排模板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个编排模板所承载的这个系统 就是这个编排系统的这个部分 那对于k8s比较就是对于容器这个场景比较熟悉的开发者而言 可能会对这个swab k8s或者是mysos都有所耳闻 这三个呢其实可以说是这几年来呃 厮杀比较激烈的这个容器编排系统 那今天呢我们会以其中的一个编排系统来进行举例 就是kubernetes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我们现在的开发者都在使用的这个编排系统 那我们要想呃写好一个这个呃呃 就是那个yaml file就是kubernetes里面的这个dressus yaml file 那首先我们要理解就是这个yaml file为什么这么设计 以及这个yaml file在k8s里面是怎么流转起来的 他们组件之间是怎么交互的 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我们的开发者更好的去编写 这样的一个呃呃yaml file 那在这张图里面呢实际上是kubernetes的一个架构图 那如果从物理的角度来讲kubernetes会分为master界点和worker界点 那蓝色的部分呢其实就是master界点 而黄色的这个部分呢是worker界点 那在master界点上面会部署k8s里面的几个主要管控的组件 比如说kubernetes是一让它呢是k8s里面的这个呃 核心的一个驱动机它主要提供的是API的服务 任何其他的这个k8s里的组件都会和kubernetes的 API server进行打交道进行数据的一个交换 然后API server之下呢是这个etcd etcd呢是一个分布式存储 呃我们k8s集群里面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etcd之中 而API server呢也会暴露etcd的一些呃 呃接口给其他的一个组件进行数据的这个存储或查询的功能 再往下呢是这个kubi scheduler kubi scheduler呢是k8s里面进行调度的一个组件 然后再往下呢是cloud controller manager 它呢是k8s里面负责这个S层资源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呃再往下呢是kubi controller manager 它呢是k8s里面负责负责一些呃抽象逻辑的这个呃管理的一个组件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这个内容里面详细的一个详细的讲道 然后在worker节点上面主要呃会运行kubalat和kubi proxy kubalat呢主要是呃可以理解成是一个agent 它会执行具体的这个容器就是pod的创建的这个部分 而kubi proxy呢主要是负责网络的部分 那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已经大体的了解了k8s的这个组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 以及每一个组件的基本的这个呃功能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我们要以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组件之间是怎么进行通信的 以及是怎么完成一个具体呃pod创建的一个流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呃实际中pod创建的这个流程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流是怎么走的 那比如说在k8s里边我要创建一个pod的 实际上是我需要写这样的一个压谋文件 然后把这个压谋文件呢提交给API server API server呢其实它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它只是把这个压谋文件的这些内容透传给后边的这个底层存储 edcd然后写到这个edcd之中 然后呃接下来呢 cubi scheduler呢会通过watch的一个机制来定期的轮选 呃就是定期的轮选API server里边关于一些呃 一些呃资源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边是一个pod的创建 那scheduler会去watchpod的这个这个资源 然后他发现说哎pod的这个资源有呃有有有一个新的这个压谋文件产生了 那他呢会把这个pod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拉下来 然后可以看到说这个pod的申请的资源有多少 然后scheduler呢会经过一些的一个计算选择其中的一个worker节点 然后再把这个worker的一个节点的信息open的到刚才生成的这个压谋文件上 然后再把这个压谋文件回写给API server API server呢又把这个信息回写到这个etcd 然后完成这个步骤这个流程 然后cubi scheduler呢他也监听API server里边的这个pod的变化 他发现说有一个pod上面呃上面这个压谋变化了 而且绑定了一个呃节点 然后这个cubi scheduler呢发现说这个节点和我自己所在的这个节点是一个节点 那他就会把这个压谋文件拉下来 然后在自己的节点上去运行 然后通过docker run这条命令来运行起一个container 再把这个呃container的一个状态回写给etcd 然后这个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一个这个pod的一个生命逐渐 以及我们在这里边提到了API server, etcd, scheduler, kubilet和docker 他们之间相互交互的一个流程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边除了API server和呃和其他组件有直接的交互 呃组件之间是没呃除了除了API server和其他组件之间有直接的交互 其他组件其他组件之间是没有直接交互的 那这个呢其实是呃这个API server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原则和设计的一个概念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呃再深入一下呃 来看一下API server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个设计的一个原则呢是面向资源减化模型 那在kbs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抽象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抽象是pod 那我们在使用swarm或者是使用标准的刀块的时候 我们感觉的是container 而在kbs里面提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个pod pod其实和container有点类似 只是说pod呢是container之上的一层抽象 一个pod里面可能包含着两个或者是三个甚至多个container 而这个pod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kbs里面的第一层 最最简单这个交付对象的一个抽象 那在kbs里面还有其他的抽象 比如说dipman,repark side,dipman side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抽象 那这个呢其实是kbs里面的一个设计方式 他把很多交付中涉及到的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实体 都抽象成了一种资源 然后并通过这个go restful的这个框架 在API server里面实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restful的API 也就说每一个在kbs里面定义的这个抽象 在API server里面都能够找到与之对应的restfulAPI 然后可以通过这个restfulAPI与之对应 然后进行操作 然后第二个呢是异步动作保证性能 对于对于kbs刚才我们讲解的那个流程 就是稍微熟悉一点的这个开发者已经能够看到说 哎我的这个组件之间都通过了一种watch的机制来实现 那watch的机制是什么意思的 watch的机制就是是一个监听的一个机制 是一种这个这个生产者消费者的这种模式 就是它是远程监听的一个思路 就是你有变化 你通知我 然后我来进行操作 那这种其实是一个异步的一个动作 所有依赖于资源组件都通过这种异步监听的方式来实现 然后这样呢可以很好地来控制自己执行 执行命令的一个频度 以及执行命令的一个时机 所以可以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性能 那在KBS里面呢 实现这种异步监听是通过这个informer的这个 这个机制来去实现的 informer的其实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勾浪的一个类库吧 就是专门来去做KBS里面的这种资源监听的这种场景 informer里面主要会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的是来来定义了各种这个监控的一个端点 比如说创建更新删除等等这样的一个监控的一个端点 你可以通过在这个监控端点里面注册一些方法来实现自己的一个逻辑 第二个呢是informer里面实现了一个re-sync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分布式系统里面有一个common的一个原则 就是网络是不可靠的 那在KBS里面也一样 就是命令也是不可靠的 就是并不是说我下发一个创建POD的这个命令 它就一定能够执行成功 你还必须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以反馈的方式来去验证是否执行成功 或者说不成功的时候有一种方式能够去盯正它 那re-sync其实执行的这个机制就是以一个补偿的方式来去实现re-correct 它的一个机制就是比如说我现在watchPOD的变化 那可能我第一次的时候miss掉了 没有watch到 那re-sync会定期的轮循刚才这个POD的list来查看这个POD是不是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我再去全量的更新一次 以这种方式来帮你协助进行re-correct这个动作 然后第三个呢是KBS是基于状态机来实现这个状态极限 所有的信息流都通过期望实施反馈的机制存储在这个EDCD中 数据及状态 这个地方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整个数据流中流转的实际上是KBS的那个压默文件 那个压默文件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组件 而pand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包括有一些status的状态实际上是组件在进行修改的 那这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只要我看到这个KBS里边内部流转的这个压默 其实我就知道当前这个container或者是pause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就是状态机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先设定我期望它能够达到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再通过一些机制去实现它 如果这个状态没有达到 那我立马退回到另一个状态 但是我任何一个时刻我都可以通过一个明确的一个配置文件 或者是一个状态码 我能知道当前所出的状态 那这样也可以很好的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些状态的一个迁移 甚至一些backup restore等等 那第四个呢就是反馈机制保证状态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inform里边有这种定期的SAC机制来处理中间态 来保证这个状态机能够到达一个期望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五点呢是组件之间送偶和可插拔 那组件之间的通信呢 要么是通过这个API server进行中转 要么是通过这个API group进行解偶 组件之间没有强依赖关系 部分的那个组件还自带了这个熔断器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像这个dashbar的组件 里边就包含了类似像hypster之类的这个熔断器 可以保证有一些组件不存在的时候 依然可以有一个降级的一个显示 那在KAPI s里面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抽象 它抽象了很多交互上面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左边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KAPI s里面抽象出的一些逻辑 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像提到的这个dipment reblack side stable side deven side cron job和job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对KAPI s认为常见的应用的场景里面的一些抽象 比如说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应用 都可以用这个dipment来表示 那对于一些有状态的应用呢 在KAPI s里面可能会抽象成stable side 那对于像在每台机器上都要运行的agent的类型的应用呢 它会用这个demon side进行抽象 那对于一些生命周期比较短 需要定期执行或者是定时执行的一些 呃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抽象都是对于应用级的一个抽象 那对于接入层 KAPI s也有自己的一个抽象 那在KAPI s里面这个抽象呢 是用service进行抽象接入层 那对于还有像类似config map secret 这些是对于配置的抽象等等 也就是说KAPI s里面把我们交付中常见的这些呃 内容都用了这种呃抽象的方式进行了替代 而每一种抽象都可以用压默文件进行表达 而且每一个抽象都有对应的这个API进行操作 所以KAPI s就可以很好的将这个交付流程进行自动化 因为每一个抽象都已经可以用代码来表示了嘛 所以就可以很好的很好的进行交付 是吗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KAPI s里面的两个非常典型的YAML的一个实例 第一个YAML呢 是一个department的一个YAML 然后中间的这个呢 是一个service的YAML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这个department的YAML 第一个字段叫API-Wordered 这个呢实际上在KAPI s里面非常 呃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字段 他表示的是这个资源的这个API版本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在KAPI s里面所有的这个抽象都是一种资源 而资源的这个设计的 而资源的API的设计的方式是通过这个 呃面向资源的设计 就Restful API的一个设计思路 所以呃为了保证这个版本的兼容 他给每一个API都定义了一个版本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这个APPs 11的这个版本 然后Kind呢 表示的就是抽象的类型 呃在这个例子里面是department 然后metadata表示的是对于这个呃 Kind是department的这个YAML 他里面的一些meta信息 然后有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label的一个关系 就是打了一个label是appngs 再往下的这个spec呢 实际上是真正的一些定义的参数 比如说这个replica是三 表示的是有三个副本 然后selector表 然后下面有一个match labels 表示是和哪个label进行匹配 然后在templates里面呢 实际上是相应的这个pod的相关的一些page 比如说他设置了这个metadata 呃里面有这个label 然后以及containers使用的这个镜像和端口 然后在service上呢 呃service里面是负责是接入层嘛 然后service和相应的这个dipment之间 呃挂靠的方式是通过这个呃 label selector来实现的 像本地里边呃定义的这个selector 然后设置的这个label和呃 dipment的这个label是一致的 都是appendex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呃 将一个service和这个呃 dipment的进行挂靠 然后最右侧呢是通过coup control 然后describe了一下这个呃 ngex department的这个dipment 然后可以获取如下的一些信息 其实这些信息呃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从呃 在kbass里面的这个yaml呃 呃yaml文件获取过来的 然后除了底下的这个event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呃独立的部分 并不是在这个呃kbass的yaml里面 其他的其实都是在kbass的yaml获取的 所以如果你们呃呃呃仔细的看过 在kbass原生的大事报的里面 部署了一个dipment的呃 映射回来的那个yaml 那可能这个字段就会呃 最右侧的这个结果可能就会很清洁 很熟悉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在kbass的这个设计思路呢 就是通过抽象来去定义标准化交付 掌握了这个设计思路之后呢 可以协助这个开发者 快速的入门kubernetes 其实你只需要知道说 呃你掌握了这个原理之后 你其实只需要知道说 kbass定义了哪些抽象 那哪每一个抽象分别 呃面向的场景是什么 那我在什么场景之下 我该去找哪个抽象 对吧 那知道了这一点 那剩下的就是查文档的事情 就不是很呃不是很复杂了 所以呃 所以这个其实是呃 学习kbass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呃帮助手段吧 然后现在呢 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开发者在使用swam 而且有的客户呢呃 正在把swam的一些应用 向kbass进行迁移 那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 叫k 呃叫 呃compose 是它不是c开头的 是k开头的 叫compose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档 这个工具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了解决swam 向呃kubernetes迁移而实现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呃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是直接将一个呃 都compose在kbass集群里边 呃 部署运行下运行运行运行起来 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以将一个compose文件转换成kbass的一个 亚谋 像底下的这个图片里面就是通过一个标准的一个swam的一个亚谋转换成了多个kbass的这个亚谋 因为kbass的亚谋其实和swam的这个亚谋啊 表达的内容上面 包括表达的这个 表达的这个 这个 形象力上来讲 是有很多的这个相似性的 所以 kCompose的一个目标 就是将这个 dolCompose的Swap 转换成kBiles的RessusYaml 所以这地方 如果有迁移的这种的 这个 需求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这个Compose 来去试一下 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 阿里云独立开发的一个工具 叫做Derek Derek呢 是一个容器牵引工具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Python编写的 一个命令行工具 可以帮助你 动态的生成 DocFile DocCompose 然后在KBiles里面 就也可以生成 KBilesRessusYaml 以及JinksFile 它目前支持Swap 和KBiles两种编排 编排系统 支持Java Node.js Golang Python PHP 五种语言 三十余款框架 它的大致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原理呢 就是 你有一个原代码 然后在这个原代码 根目下 执行Derek 然后Derek会探测 你这个代码使用的 这个语言的版本 然后使用的这个框架的 一个类型 以及一些特征的信息 比如说包管理系的 一些特征信息 然后调用自己 内置的一些插件 或者是开发者 自己定义的插件 来实现相应的 这个Build Pack的 一个机制 比如说 这个生成.file 生成.compose的YAML KBIS的YAML 以及 我们也可以生成 类似像 JX file的 这个 Python CICD的Page 都可以 然后当生成完 这些Page之后呢 我们在执行Derek App 此时呢 它会将这个 你的这个container 进行本地的一个 编译和打包 然后并进行 本地的一个container的 一个验证 如果没有问题了之后呢 你再把这些 生成的Page 推送到远程的 这个代码仓库 然后触发 CICD的一个流程 来实现完整的 一个本地 交互链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里呢 我可以给大家 放一段小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里面 讲解了Derek的一些用法 然后首先我们可以 看一下 这是一个Node.js的一个应用 然后首先 我们在代码的 登录录下 执行Derek Ineed 此时 Derek会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代码 想要推送到远程的 哪一个代码仓库 我们输入完这个 这个远程仓库的名称 Derek就会 探测出来一些信息 然后探测出来的 是Node.js 然后以及把这个 你的这个 Image的Repl 作为参数进行下发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条简单的命令 会生成很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它生成了作册的这个 Derek Derek 方式 它里面其实是定义了一些标准的一个CI的一个流程 像这个例子里面使用的是一个Node.js的一个基础环境 定义了Build,Test,ImageBuild,Publish等等的这个CI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个是SWAM的一个基础定义了这个.compose 然后里面定义了这个使用的这个镜像的一个名称 然后暴露的一个端口等等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生成的这个dockerfile 为什么推荐大家使用Derek呢 因为Derek生成的这个dockerfile 都是这种multi stage的这个dockerfile 里面内置着我们认为的很多语言的这个 Best of practice 虽然很多时候Derek可能不能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最起码Derek可以帮你生成一个base image 你可以在Derek之上修修改改 就能完成你的这个基础的一个需求 当我们生成这个pager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本子的一个验证 可以执行Derek app 这个例子里面的Derek server是比较老版本的一个命运 现在已经通过Derek app来替代了 然后此时呢 你就可以在本地进行验证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本地的一个端口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通过容器化的方式来进行运行 然后此时我们将这个代码推送到远程的这个代码仓库 然后触发Ci的一个流程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生成了JenksFile 所以在这个Jenks的BullOcean的版本里面 可以直接读取你代码仓库里的这个JenksFile 然后JenksFile里面定义了如下的这个Ci的一个流程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识别 并且把这个Ci的流程抛起来 在这里边定义了BuildTestCodeCounted 然后ImageBuildAndPublish 当我们执行完这个步骤之后 可能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部署的过程 对吧 那阿里云呢 在BullOcean的版本里面提供了这个 ContainerService的一个集成 然后你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个容器服务的这些配置信息贴上来 然后完成你 完成你的这个镜像的一个快速的 一个部署 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部署 此时你的这个Yamage的CodePiply PiplyIsCode的这一部分 构建完了之后就会 就是修改完了之后 会自动重新触发这个集成 然后会自动进行部署 部署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已经在远程的 这个阿里云容器服务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部署 那么今天呢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 我们首先讲了关于 Dockfile该怎么去编写 然后介绍了在KPS里面的一些内置组件之间的相互依赖 以及KPS是怎么通过抽象的方式 使用压默文件来定义各种交付的一个产物 最后也介绍了类似Compose和Derek的两个工具 那么在下一节课程中呢 我们会主要针对于容器化的标准交付里面的CICD的部分 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一些现场的一些解决方案 以及怎么快速的搭建一个CICD的一个server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今天我们的内容大致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